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否真的存在 悠悠生动为何怪声连连 这个是什么的声音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在现实生活中还能找到吗 让我们一起到文山霸美 寻找世外桃源 特别向往这个地方 比我们想象的还美 旅游新时空精彩马上呈现 我想去回林阳 我想去回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 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回林 我想去回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 我却没时间 没钱我们为你提供最大的优惠 没时间我们给你安排最方便的档期 天涯社区与云南卫视联合打造 秋天让我们一起乐游桂林 旅游新时空走进桂林口碑节目 获得最佳推荐奖的网友 可以免费来桂林游玩 参与节目的录制 获得鼓励奖的网友 也能够获得橡皮山景区的门票一张 我们在桂林等着你 桃花园记曰 桃花园记曰 呼逢桃花林 夹岸树百步 终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这篇被收入中学课本的桃花园记 可谓是家喻户晓 桃园名笔下的世外桃园 或许只是作家超然世外的理想境界 却成为引发人们无限向往与追求的境地 最近我们听说在云南的文山中广南县 有一个地方与桃花园记所描述的 简直就是思思入口 一模一样 那里不仅有绝美的景色 还有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的居民 那个地方到底存不存在呢 它像不像桃花园记里描述的那么美好呢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这里是云南卫视每天中午十二点 与您不见不散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刘莎 今天我们的节目 是要带着大家去寻找一个世外桃园 桃园名笔下的这世外桃园 是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与世隔绝 环境优美 而且是没有灾难 没有战争的一个地方 真是让人非常的向往 那么究竟这个地方到底存不存在 真的有这个地方吗 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主持人 带着您去揭晓一下 在广南县霸美镇 一个叫出水洞村的旁边 我们找到了一条 与桃花园记颇为相似的小溪 我有带秘籍 长生之宝 桃园名笔 这儿有一条小溪 周围我看四处都是竹林 没有桃花林 不过咱们上桥看看吧 对吧 上桥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复行数十米 迎进水沿 眼前现出与桃花园记极为相似的景致 不同的是 震烈若屏风的群山峭壁之下 赫然现出一巨大的山洞 洞穹深不见地 全无一丝亮光 并由涛涛轻柔自洞中彭出 洞口驳了几条小船 有船多于船头安顺 看来此洞是绝不可舍船而入 大爷这儿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 他说我水里面很深 很可疑的危险 今天进我们两个镜子里面 要开车给他 那个人不开车 哦 先上船吧 小心点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从这渡船进去 能否能找到我们想要的希望中的那片世外桃源 我们乘上小小渡船向黑区区的洞中驶去 前途会遇到什么 能不能找到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在桃源名的笔下 那山中的小口出几霞才通人 仿佛若有光 复行数十步便豁然开朗 然而我们身处的这个山洞却空旷无比 洞穷高达上百米 船越走越黑 极致伸手不见五指 强光守殿也暗若萤火 洞中凉风袭袭 不失传来阵阵诡异的叫声 令人毛骨悚然 哎哎你听 这个是什么的声音 哦看顶上顶上顶上 看顶上 密密麻麻的全是蝙蝠啊 对对对 想想就觉得毛骨悚然 洞中突然现出亮光 却是来自洞顶塌方形成的天窗 堆积如山的土石挡在水道上 小船还能前行吗 这可以看到外面有绿色的树 还有成群的燕子在飞 小船终于绕过滚落的岩石 继续前行 当洞里再次现出亮光 却依然不是洞口 现在又有光源了 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水路上面 遇到的第二个天窗 第二个光源 洞顶都很高 我们第三次陷入黑暗中 前方木然传来清亮的童谣 在空旷的洞府中回响 直分的清亮悦耳 前面有歌声 在洞里面怎么会有小孩的歌声呢 听上去是一个小朋友在唱 对 我确定是一个小朋友 我也感觉是 如果你感觉不是的话 那我真的也起鸡皮了 光源看到没有光源 我们身后有光源 终于找到出路了 船儿越过一堵 须黑的岩石 眼前木然现出灰亮 原来洞口已在眼前 此时才恍然看出 距我们不远 一条小船也在前行 这洞外的景致还真是豁然开朗 凉田村舍 竟与陶渊明底下的桃花园别无二致 却有着支支压压的水车 似乎诉说着逝去的悠悠岁月 远处我看到那一头 还有这个农舍 桃花园纪曰 进太原中 武陵人捕鱼为业 园西行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这篇被收入中学课本的桃花园记 可谓是家喻户晓 桃渊明底下的世外桃源 或许只是作家超然世外的理想境界 却成为引发人们无限向往与追求的境地 最近我们听说在云南的文山州广南县 有一个地方与桃花园记所描述的 简直就是思思入口 一模一样 那里不仅有绝美的景色 还有不知有汉无论未尽的居民 那个地方到底存不存在呢 它像不像桃花园记里描述的那么美好呢 桃渊明笔下的桃花园是否真的存在 悠悠生动为何怪声连连 这个是什么的声音 路不时宜夜不庇护 在现实生活中还能找到吗 让我们一起到文山霸美 寻找世外桃源 特别向往这个地方 比我们想象的还美 旅游新时空精彩马上呈现 没钱我们为你提供最大的优惠 没时间我们给你安排最方便的档机 天涯社区与云南卫视联合打造 秋天让我们一起乐游桃林 旅游新时空走进桃林口碑节目 获得最佳推荐奖的网友 可以免费来桃林游玩参与节目的录制 获得鼓励奖的网友 也能够获得橡皮山景区的门票一张 我们在桃林等着你 小朋友 在入口处是你在唱歌吗 是 是 你唱的什么歌啊 真好听 唱的是水母鸡 水母鸡啊 对 真可爱 她是你女儿啊 不是 不是女儿 不是女儿 哦 指着女儿 那今天早上你们划船是去干嘛呀 我去嘎嘎 赶街 就是有个集市 然后去集市上逛 嘎嘎嘎了 哦 小姑娘唱歌唱得真好听 那你们平时就是在这出去的多吗 就是出去外面 出口吗 一般嘎嘎就出口 哦 就是赶街的时候就出口 什么东西就出口 都穿着腐蚀啊 嗯 我们一般嘎嘎就穿好看 嘎嘎了 它是比较漂亮 你看小朋友的衣服特别漂亮 就是赶街的时候才穿的 真好 我们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毋庸置疑 这个神奇的地方 它的田径与优美 毫不逊色于桃渊明笔下的桃花园 然而这里生活的人们 是否也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呢 看得出这是一个三世同堂 人顶兴旺的大家庭 对我们的到来 对我们的到来村里人并无经济 唯有春朴的热情扑灭而来 这位名叫黄斌的老人 是这个家庭的长辈 也是村里的长者 他告诉我们 这里的村民是宋朝躲避 以战乱逃难进来的 从此自得其乐 与世隔绝 其实这个场景啊 确实我又不得不打开这本书了 我觉得和书里面说的一句话 特别相似就是 自云先世避情时乱 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缘 故事太像了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与外界有交流和沟通的 在房间的社会自然有好些 我们有一个祝福的跟外地联系 要是大家都在一起 有些产生争争结婚 那些都不如好 像西手买改那些人菜 请把卖 来发展一下把卖 发展把卖的人口 发展经济 黄斌老人1959年走出霸美村去当兵 成为这片与世隔绝的市外桃源 与外界沟通的第一人 走进黄斌老人的客厅 至今仍能感受到浓浓的军旅氛围 黄老伯的五个子女有四个都在外面工作成家 老大就是当教师 老人在咸咕香剂 他要姚姑娘在练成兴术人教 他要有个三次 就是在拔卖城 工作 因为我也在香港澳门旅游国到北京 长江山下 金刚山路山 旅游光光都可以应该检视一些试验 那大爷您走过的地方很多呀 半个中国有了吧 有了 多大陆福 然而走遍半个中国的黄老伯 退休以后又回到了霸美 一养天年 他依然忘不了那遥远的小山村 闲不住的黄老伯 带头在自家院里 修起了一个小小的客栈 用这种二十元一天的标准间 来接待远方的来客 黄老伯还在自己的后院 经营了一片小菜园 以寄托自己挥之不去的土地情节 未来寄宿的客人提供一份新鲜的菜肴 这个来这旅游的朋友 都特别喜欢吃黄大爷自己种的菜 这个小菜园可真是个宝地啊 身后这棵古龙树 在这个霸美村里 有很高的地位 村里的人们都称他为老人亭 他的树林已经有一千年左右了 当这个霸美的人 在躲避战乱的时候逃到这儿 他就已经生长在这儿了 他越长越茂盛 现在形成一个滑盖一样 枝繁叶茂 人们就可以在里面纳凉避暑 每当村里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件的时候 村里的长者们又会聚集到这里 商讨解决的对策 在这个节庆的时候 青年男女就会在树下 对起情歌寻找自己的义中人 在上千年的悠悠岁月中 霸美村的黎姓 黄姓 农姓青年男女 在这田径优美而封闭的小环境中 目色异中人 互相通婚 岁月的熔炼 使霸美村一百多户人家 都有了扯不断的亲缘关系 整个村庄就像一个温馨团圆的大家庭 形成了一家有事大家帮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独特风尚 我们这些地方要的独特 每人要的独特 子 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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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都不心情 那个接着那个帮 以后我家走 所以需要人家来帮忙 不心情 不用情人 那些是我们大门的绷修是这样 我看你们这儿有好多人在忙 你们都是一家人吗 不是 我们这里就是前车 如果有我们家搞了 他们都会来帮手的 就是你们要弄的 相互协助的 都来帮忙 我们不用剪 如果干净了 这个也够来帮 那个也帮手 就是一起帮忙做的 我的忙活 你能跟你一起交 咱们在家里来帮忙 也就是你也是来帮忙的 在村子里 我们有幸拍到一组 卖菜的镜头 按照我们熟知的习惯 这位称秤的老人 一定是卖菜的 但在罢美却恰恰相反 老人是买菜的 他自己称秤 自己付钱 卖菜的壮家妇女 没有零钱找补 老人又把钱收了回来 他把账记在了心里 那个村里做一道的嘛 我们是那个村都一样 我们装住是不会变成的 傍晚带着一天 劳作的疲惫和汉字 罢美村的男女老少 便融入着清凉的河水中 看着儿童纵情的嬉戏 少女惬意的欲装 不能不令人感叹 上天对罢美村这个 和和美美的大家庭的 这边罢美的人 在一天农忙劳作以后 就会到这个河里洗澡 而女人们就到我右手边 这条河里去洗澡 男人们就在我左手边 这条河里洗澡 而这里的女人 你要知道 她们要到那头去洗澡 必须每天要蹚过 这条男人洗澡的河 所以她们也被称之为 蹚过男人河的女人 桃花园纪约 近太原中 武陵人捕鱼为业 园西行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数 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这篇被收入中学课本的 桃花园纪 可谓是家喻户晓 桃园名底下的 世外桃园 或许只是作家 超然世外的理想境界 却成为引发人们 无幸向往与追求的境地 最近我们听说在云南的文山中 广南县 有一个地方 与桃花园纪所描述的 简直就是思思入口 一模一样 那里不仅有绝美的景色 还有不知有汉 无论未尽的居民 那个地方到底存不存在呢 它像不像桃花园纪里描述的那么美好呢 夕阳西下 正是万家长吹时 或许是知道 我们只能在罢美待一天 村中的几户人家 一起为我们做饭 每家做一两个菜端到一起 我们吃的是名副其实的百家饭 是不是可以抬上桌了 一个一个抬 来 我也来赶紧帮帮忙 看见我桌上这个丰盛的宴席啊 确实我只能想到那句话 涉酒杀鸡坐实 这个五颜六色的 这个是米饭 糯米饭 是吧 那为什么要把它攒成这种五颜六色的呀 这叫什么呢 这叫什么 鸡兄弟在一起了嘛 这个里面就没有钻戒 这钻戒 鸡兄弟在一起了 就没有 团结同心 团结同心 就是几兄弟在一块像米饭一样 紧紧的粘在一起 团结同心 团结同心 来赶紧一块吃吧 我们听不懂壮家妇女唱的是什么 但我们听懂了壮家妇女的温碗 多情 我真的是不得不把这杯白酒喝了 我真的是不得不把这杯白酒喝了 这就是中条的金箱歌了 这就是中条的金箱歌了 就是说这个酒了嘛 好幸福好幸福也要喝 我准备就大家去喝完吧 跟溜溜就是要喝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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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我们壮家人 进了我们壮家的门 就要接受我们壮家的这份热情 就要把这酒干了是吗 干了干了 干了就是梗溜溜了 梗溜溜了 好梗溜溜 梗溜溜 梗溜溜 天色黑地 清凉的夜风吹拂在脸上 壮家人聚集在村中的草地上 围着篝火跳起手金舞 看得出来 他们的舞蹈动作简单淳朴 演绎的是他们一年四季的生产劳动 像撒秧 插秧 收割 打鼓等等 或者说他们是在用美的身姿与韵律 将白天的劳动升华 千百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样自娱自乐的活动 营造了这个世外桃源的温馨与和谐 慕名来观光旅游的客人也会情不自禁地 加入着温馨和谐的大家庭的舞蹈当中 好的 欢迎回来 其实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去的这个世外桃源 就是位于云南文山霸美的这个地方 看起来这个地方真的是有非常优美的风景 而且还给人一种很宁静而致远的感觉 在看完了之后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和我一样 对这罢美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了 如果您对这世外桃源也充满了向往 那现在就赶紧行动 到这罢美亲自去体验一下吧 好的 今天的旅游新时空到这就要结束了 明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的精彩要带给您 所以明天中午别忘了 12点一定要锁定我们云南卫视的旅游新时空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天夜云南美 低夜云南美 冰川般热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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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